为何会出现人体失温 该如何避免 21人死于人体失温 为什么这么恐怖呢 喝酒不保暖 该如何自救呢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不过这个周末 两场地震 造成三死三十六伤 四位国之冻粮去世 21名越野参赛人员遇难 这一座座数据啊 着实让人看着揪心 其中参加越野跑的21名人员都死于失温症状 失温是低体温的一个表现 但不完全是因为温度过低导致的 失温还与周围环境的风力大桥和湿度等民俗相关 当人体温低于34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失温情况 体温越低 失温情况越严重 也会对生命造成危险 过程当中成人会出现反应变慢 打寒颤 呼吸不畅 记忆紊乱 甚至不清 甚至心率失常等情况 因有而则会出现皮肤变得鲜红色 发颤发抖等情况 人是恒温动物 可以通过自身的代谢和体温调节机制 将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 刚进入寒冷环境的时候 体温会慢慢降低 刚越过37度的门槛 稍微低于正常体温 但是不低于33度的时候 人会处于轻度失温状态 此时会出现呼吸加快 血压升高 打冷战 刺激神经系统会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 当体温降到29到33度的时候 属于中度失温 据说身体对温度的应急反应减弱 逐渐感受不到刺激 也会称为兴奋减弱器 这时会导致人呼吸和心率减慢等情况 当人的体温降到22到29度的时候 就意味着身体处于严重失温 此时人会出现幻觉 思想变得缓慢迟钝 甚至出现假死的情况 当体温低于22度的时候 人体基本上进入完全麻痹的时期 直至冻死 而在冻死的过程当中 体温冷觉中枢会被麻痹 体温调节中枢也会失效 就会导致冷觉消失 体温虽然在下降 但身体感觉很热 此时大脑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出现冻死前反常脱移的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被抑制或者被麻痹 在死前的人会感受到温暖 或者看到美好景象 所以一般被冻死的人会表情安详 甚至出现微笑 那么如果遇上失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保暖 如果出现上面提到的现象 有条件的话 立马找到温暖的场所进行取暖 吃点带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或者喝热水来提高体温 但是不建议喝酒取暖 但是或许觉得喝酒会变暖和 而且某些影视剧当中也经常提到喝酒取暖 实际上这个取暖方式是错的 因为喝酒会扩张脉周血管 这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而且后期血管收缩 会加重循环脏气 耳洞损伤 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食门 应该立即就医 等情况缓解之后尽快就医 另外在高寒地区 头部或者马拉松的时候 应该随胜携带一些保暖的衣物 以防出现类似甘肃越野跑这样的悲剧 运动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体能透支 也不要认为能够凭借自身的意志力挺过去 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极其脆弱 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在疫情防控或者是疫情常态的情况下 应该保证身体健康 比如平时遇到大风寒的天气 也应该及时的增添衣物 防止出现高烧或者湿温的情况 也应该保证身体健康